最近看到一些文章 就會有一些算遐想還是什麼 通常像我就會把它寫下文字 我習慣寫網字 現在我的網字慢慢的都變成DropBuds的版本 早上還寫前幾天看到很多 有關於公務人員的那個文章 其中有一篇是像這個樣子 稍微看一下 這個應該是這一篇會激發我的一些想法 現在念博士班的人 這個我能不能把它拿電腦 先不要看它 現在念博士班的人很多反而被家裡會覺得說 你為什麼不去考公務員 考公務員的話比較保障 念博士班出來之後會實驗 所以呢 反而很多人就會就會這麼講 他們不是自願的 他們有一些壓力 然後呢 家裡如果有人考上公務員 那就好像普天同慶 那如果有人去念博士 反而變成是那個 怎麼講壓力很大 那這樣子的現象在我們那個年代是不可思議的 在我們那個年代覺得 念博士是很 很怎麼講 就是說你很有上進心 然後你 你真的想走一條學術的路 但是現在的念博士 反而因為工作的關係 所以反而變成說 念博士的會受到家長的壓力 然後考上公務員的呢 會方便報慶祝 所以呢 這個 有感而發我就寫在這邊 那 也不是說念博士一定比較好 或者念 學歷是好事 其實現在學歷可能已經 太過 太過 沒有價值 太過氾濫 而且 念書的人也太多了 但是 否定這個現象也不是好事 可是另外一個更 我覺得更不是好事的現象是 大家好像都往溫無人園集 這個現象更不是好事 怎麼說呢 因為 我們稍微看一下好了 這個論點很奇怪 那也 我通常出不了論文 那我通常會出這種很怪的東西 那這種論文呢 大概也沒有人會想出版 不過上一篇 我寫雅士佛歌那天居然 也不算正式的出版 因為那個都是網站 那就是 我很少投那種正式的論文 那 公務員 公務員人數跟朝代末期有什麼關係呢 這顯然是在補車 對不對 但是 在歷史上真的有點關係 什麼關係呢 如果歷史上其實 中國有一個很大的特色就是 它什麼科學都沒有弄好 工業好像也不怎麼樣 但是呢 它有一個東西在科學史上面 非常非常有地位 很有名的 藥 藥 藥或許是其中之一 但是 我現在要講的是一個更偏門的 蔡倫造詞 造詞 那個 那個三大發明其實 其實還算太主流了 太主流了 再更偏門一點 中國一個非常非常有名的 是天文學 在專業領域裡面 在專業領域裡面 天文學的中國資料 保存得非常非常好 尤其秀上 為什麼呢 因為知道像英國啊 法國他們不會 有天文學保存五千年的那個 我們應該不能說五千年 大概三四千年的天文學 而且記錄通通都記得很清楚 那星座也算 星座也算 而且中國的天文學跟星座都很有關係 對不對 中國的天文學都是用來幹嘛 要幹嘛 預知未來 預知什麼未來呢 國家 國家的未來 為什麼天文跟國家的未來有關係 因為中國人相信一件事對不對 什麼事呢 每個人 應該說每種皇帝 都對應到一顆星星 那顆星星如果掉下來 這個皇帝就會死 所以皇帝為了 為了害怕自己死 所以他一定要找個人去監視那顆星星 那所以這個人就是什麼 就是天官 所以中國的歷代朝代幾乎沒有一個皇帝 敢把天官廢掉 那這也是為什麼天官 中國的天文學紀錄如此完整的原因 紀錄了好幾千年 每天天官都會紀錄 今天什麼星星發生什麼問題 天有什麼意象之類的 那這在研究天文學上面 就變成了一個可以跨越時間的一個 無比重要的資產 所以研究天文學的人 很多人會去找中國的天官紀錄 OK 那但是這個想法其實比較像風神的 所以不是很科學 但是什麼叫比較科學呢 在社會科學領域裡面 剛好有氣管器的同學 你們可能有念過像圖爾幹的作品 或者是在社會學裡面有提到圖爾幹這個人 對 有嗎 沒有啊 那真是可惜喔 那在社會學裡面圖爾幹是一個開山始祖 但是他不是第一個研究社會學的人 但是他開山始祖的意思是說 他把社會學變成一門比較科學的東西 什麼叫比較科學的東西呢 欸 這個還真的可以扯到我們的統計 紀錄統計 待會真的 欸 因為像氣管系的同學 他們做的研究往往就是偏這方面 OK 那做什麼研究呢 就是說圖爾幹他寫了一本很有名的書叫自殺論 但自殺論這本書你去看你會覺得好無聊 因為圖爾幹在做什麼呢 他一直找一些技術資 天氣、溫度、濕度、人口、收入 這些東西呢做很久的累積統計 他找得到的資料全部都納出來 然後做什麼事呢 來統計一下這些線型跟自殺比例的線型 是不是有相關 OK 那說真的那本書我有看 但是我沒看完 因為我看不下去 但我知道他在做什麼 他想找這些線型之間的相關 為什麼要找這些線型之間的相關呢 呃 他想用一個科學的手法 來研究自殺現象 什麼叫科學的手法研究自殺現象 科學一定要講證據對不對 那證據呢通常要化回數字 你才有辦法量化 你沒有量化的東西就是 你說這樣我說這樣 那到底是怎麼樣呢 就沒有一個明確的 那如果你量化的數字擺在這裡 大家都清楚 你說什麼話 數字還是這樣 不會改變 OK 所以像物理學的研究 或化學的研究 我實驗擺在這裡 你每個人來做這個實驗 最後的結果就是會長這個樣子 所以這是科學 因為跟人無關 你不會用個人的 比如說 跟科學相反的就是 像那種神學啊 我就是相信上帝存在 那不管你怎麼樣說 我就是相信上帝存在 而且我要說服你相信上帝存在 那這種東西就沒有辦法驗證 不然你拿個上帝丟開 沒有辦法驗證 跟人有關的 那跟人無關的 那這種東西就比較能夠成為 科學研究的對象 但是社會領域就很困難 在物理化學之類的這種領域 我們可以說OK F等於MA 那我們 我們可以丟 去比剎寫塔丟石頭下來 看看它跑多快 然後我們去量 然後就知道說OK 那是不是補合F等於MA的那種距離公式 OK 那這樣子我們就可以量 可以量的出來變成數字的東西 就比較容易進行科學性的研究 但量不出來沒有辦法變成數字的東西 就很不容易變成科學性的研究 所以圖爾幹在自殺問題 他試圖就是做這樣一件事情 自殺到底跟什麼有關 大概大家都答不出來 但他想回答 他說 我就用這個問題來研究 社會科學的一個起點 那這時候呢 他就創造出一個 以科學方法研究社會現象的一個 社會學術傳統 那就變成社會科學研究法的開山始祖 所以圖爾幹在這裡 就是社會學領域非常有避諱 那 再來呢 問題是 我們現在想研究的一個問題是 什麼樣的數字跟朝代性衰有關 一個朝代會起來 然後一個朝代會崩潰 跟什麼樣的數字有關 我們採用類似圖爾幹的手法 當然這不是我的研究 其實只是之前念的一些書 他告訴你這件事情 然後現在我們把它寫出來 那朝代興衰的指標 一個朝代快結束的時候會發生什麼現象 其中一個現象是 我們都可以想像得到 在中國的歷史上也不斷發生的 朝代快結束的時候通常民不了生 災禍停船 造成饑荒 很多人都死了 那史書上會這樣行 大雞人相食 什麼叫大雞人相食 雞花 雞花 然後呢人吃人 對不對 都沒有食物了 沒有食物 只好人吃人 那 這樣的情況 其實感覺是蠻符合朝代末期的一種現象 那這種 你要體會這種現象呢 今天你去看一部電影叫《同名狀》 《同名狀》裡面那個 李連傑跟劉德華還有金城武 三個人 納同名狀結拜成兄弟 為什麼 因為那個年代已經大雞人相食 OK 所以呢 金城武在裡面講了一句很有名的話 叫《方圓百里以無糧》 那意思是什麼 你要活就只能跟我走 因為我手上還有一些 而且我們可以去搶 我們合起來就可以去搶 所以《方圓百里以無糧》 但是饑餓的人民就只好加入盜匪集團 然後去搶糧食投匪OK 那這種現象在中國歷史上呢 非常的普遍 不只朝代末期會出現 平時也會出現 甚至像爭官年代都有出現大雞人相食的情況 爭官是什麼年代 唐太宗李自民的年代 還是有出現大雞人相食的現象 所以不是說那種朝代快崩潰才會出現 中國的糧食一直都是個大問題 那這種現象 雖然說朝代中期也有 但是快崩潰的時候其實特別多 會更多啦 因為畢竟就是朝代末期的時候 有時候混亂的情況會出現 跟糧食往往有關係 但是當這種情況出現了之後 你再去防止朝代崩潰有沒有用 應該不太有用 如果是區域性的還好 如果是全面性的那不得了 連金屍都大雞人相食的 那別的地方又怎麼講 沒辦法 那所以像那個投名狀裡面 他們為什麼結在一起 然後為什麼納投名狀 為什麼三兄弟又變成土匪 結果呢土匪還變成國軍 洪敏莊剛最後土匪變成國軍 OK 土匪因為戰功標柄 然後那些土匪都不怕死 所以特別的勇猛 到最後呢 朝廷就把他們納為國軍的一支 所以想盡辦法死掉 對 但是問題是這些人呢 畢竟又是草莽人物 朝廷的鬥爭 他根本就不了解 所以後來三個都死了 那像劉德煌演的那個阿虎吧 就是反正就是很草莽的一個 那李廉潔演的那個 還是屬於智慧型的 但是他是屬於在軍事上的智慧型 可是他在政治上呢 卻一點智慧都沒有 所以到最後 你看呢 有一個場景很 我覺得印象很深刻 就是那個 皇宮前面那個 那個天安門 然後那個整個廣場 然後 然後 我不是 不能叫天安門 就皇城 前面那個整個廣場 非常非常長 每天呢 那些大臣 為了要上朝 他們要走很長很長一段路 因為那個皇城真的很大 然後 其中就有一個位高的大臣 他說 這條路我已經走三十年 每天都要這樣來回等走好幾次 他走的這些年呢 他們就一邊走一邊聊天 聊那個同名壯的群人的事情 然後 陰謀就從這邊開始出現 那類似這樣的事情 那你會看到 OK 這是政治的領域 那 大雞人相識 出現 很嚴重的話 大概已經沒救 那什麼時候才有救呢 我們如果可以 在大雞人相識之前就預知 預知說 OK 朝代可能會崩潰 為什麼原因崩潰 那我們是不是得到一個非常好的指標 這個指標非常有價值 這個比去皇帝去看星星可能還要有用得多 對不對 那這種指標 如果你能真的能預知的話 那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問題是怎麼預知呢 這一點當然也不是我提的 我很喜歡一個學者 是大陸的學者叫金關濤 那他觀察 他其實在我高中大學的年代 他就非常有 他是被稱為中國四大四想家之一 另外一個是 阿密志 金關濤還有另外兩個我忘記 那金關濤一直是屬於一個 有走各種學術邊緣的 他本來是學物理學 但是他寫出來的東西 就是數學加社會學 還有歷史 所以他有幾本很有名的著作 有一本叫做《興盛與危機》 論中國社會的超穩定結構 另外一本叫《開放中的變遣》 都是討論中國的問題 然後從裡面呢 他有一直提到一個東西 這個東西就是他研究中國呢 發現有一個他沒有說令人意外 但是學力無法很意外 中國朝代末期有一個現象 他觀察到 他覺得說這個現象很重要 什麼現象呢 中國的朝代末期通常有商業莫名繁榮的景象 這就詭異了對不對 朝代末期跟商業繁榮 照理講應該是兩件相反的事情 應該是繁紫標才對吧 商業繁榮會造成朝代崩潰嗎 照理講不應該會 那這個實在就很難理解了 朝代末期為什麼會商業繁榮呢 那金關燈給了一個非常完整詳細 而且他本來第一版的這一篇論文呢 寫了大概有三四十頁 不算長 然後呢 他因為要寫一個很長的故事 應該不叫故事 就是很長的理論 然後呢 只寫三四十頁 就那個參考文獻就不太夠 然後很多那個學者啊 那就是對那個學術上面特別 特別挑剔的那種型的 他就會說 你所說的根本就沒有依據啊 然後金關燈這次就火大 其實他有沒有火大我不知道 但是我覺得如果我是他 我會很火大 那火大怎麼辦呢 結果他把那個三四十頁的論文 寫成了一本五百頁的書 那這個五百頁的書就是 《新生理危機》 OK 有興趣各位可以去看 那他那個三四十頁的論文 在他後來的選集裡面有納入 我有看到 然後後來那個五百頁的書 我也蠻有的 我也看 那一直是我收藏的書裡面 一個覺得很重要的本書 那朝代末期到底為什麼商業繁榮 那這個領域是在中國 范圍是在中國 為什麼朝代末期會商業繁榮 那中國大家都知道以農曆 所以他是個農業國家 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都是農民 但是商業如果興盛的時候呢 農民當然就會有一部分 變成商業人士或工業人士 你去修修理東西做木匠 可能可能在興盛的時候 你坐的椅子也比較好賣 對不對 你坐的各式各樣的東西都比較好賣 那所以當然人就會往工商服務業去 我說的工商還有服務 服務是很重要的 其實傳統上工業也沒有什麼軍火啊 或者是電腦啊 他不需要做那種很複雜的工業 所以傳統上工業其實不是很多的 那商業是要需要一些的 那其實影響人數最多的 反而是服務業 但是傳統上有什麼服務業 這一點你就要從傳統的中國社會去想 你從健進的角度去想 絕對想不出那時候 腳底按摩算是服務業嗎 或之類的 什麼樣子叫服務業 傳統服務業 旅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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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社 旅社 客站 旅社 客站 那算是服務業沒錯 旅店 就是客站 像龍門客站那種 那還有呢 小吃店 小吃店 對小吃店也絕對是的 因為在市集裡面一定要 賣菜的 賣菜的算是 算商業 賣菜的應該算商業 那小吃店算商業也算服務業 OK 但是 傳統的中國 有一個很大的服務業是看不到的 因為他們不會提供對外服務 既願 既願 這個 這個有提供對外服務 我說他們不會提供對外服務的 既願 既願 某些特定人是 什麼樣子是傳統的服務業 而且這群人很大一群喔 媒婆 媒婆 有啦 媒婆也算是 但是媒婆是提供對外服務的 不然他只能夠 提供某個對內服務的話 那內不知道什麼定義的 賣毒品 賣毒品 要講 有可能啦 但是那個是清朝 開始才進來的 喔 那再更早啊 譬如說 唐宋元明呢 這個服務業很簡單 但是各位一定想不到 我告訴各位 就是庸人 丫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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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賣丫鬟 不是賣丫鬟 而是服務業 丫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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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能存活 完全是依賴著老闆 你的老闆可能是一個官員 你的老闆可能是另外商人 OK 你看喬家大院就知道 哇 喬治庸有很多夫人 還有很多佣人 那官員當然很多 你看紅龍夢就知道了 紅龍夢曹雪芹 他們可以過那麼好的生活 全部都是一大堆庸人啊 連那個劉姥姥進大觀園的時候 他都要去滯後一下劉姥姥嘛 所以那批人很大一群 問題是這批人呢 在朝代的末期會越來越大 那這也是為什麼朝代末期 也就是說商業繁榮會導致朝代崩潰的原因 重要原因 所以這個商業興盛照理講應該是國力領勝才對 但是金官他給的答案是 商業興盛正好是中國朝代滅亡前的回光返照現象 他沒有這樣寫 他沒有寫回光返照這件事情 是我自己家的 那我把它總結一下就是這樣 商業興盛正好是中國朝代滅亡前的回光返照現象 什麼叫回光返照各位聽得懂 就是人要死之前喔 就是會突然之間有一陣子他精神特別好 然後精神很好之後呢就死了 突然之間就是很好然後就沒力了然後就死了這樣 那叫回光返照 那為什麼呢為什麼會商業興盛會是這個 這個會造成炒蛋滅亡 那背後有一個邏輯喔 你可以參考金官號的援助喔 但是這本500頁其實不太容易念 最好念論文那一版 論文那一版就比較懂 大概只有30頁 那我用很短的話來說明他後面的邏輯喔 當然這些話是我講的啦 因為要把要把那麼多頁的東西 而且我要用口語的方式講 那朝代建立的時候人口會稀少 為什麼朝代剛建立的時候人口稀少 對啊因為饑荒戰爭啊 人人都死掉了當然人口稀少 但是人口稀少代表什麼土地很多 人要耕田根本耕不完 所以隨便你找一塊地就來耕就可以了 而且大家都會想先搶那個最肥沃的土地 那那個比較偏山區的 那些可能就很多人不要 那等到人口增加 所以當逐漸發展之後呢 他就可以生小孩啦 生小孩就有更多人啦 更多人之後呢 這些人呢 就會再去找另外的耕地再耕嘛 所以就這樣擴散出去啦 那各位其實你想想看 在我們二世大戰結束之後 那時候的人口很少 那時候大概就是郭台銘他們 這些人出生的時候 然後呢 你會發現他們那個年代很窮 但是呢 土地根本就不值錢 所以到現在呢 如果你把當年的土地 通通都搶過來存下來 那你絕對是個殘條啊 但是人口增加更地利用力就會上升 慢慢的你會發現肥沃的土地都被占有人 你只要去不肥沃的 那什麼叫做客家人 客家人就是他們在廣東那個山區 然後都沒有什麼肥沃的土地 只要被逼到山上去種種田 有沒有 那山上又不好種田 所以他們都種一些 各式各樣的可以在山區種的那種植物 所以客家人客苦耐老師有道理 那 耕地利用力上升 然後耕地就越來越少 越來越少 然後就可以養活更多的人 耕地利用力上升 就養了更多人 而且自然生育也會養更多人 而且因為土地不缺 所以種很多東西 有大片的面積可以種 所以可以養活更多人 等到耕地復健被占滿之後 剩下的人想要耕田也沒機會 各位現在你想去耕田你有辦法嗎 你得先要一塊田對不對 那各位曉得 在台北市你想耕田有辦法嗎 應該不可能的 在金門你想耕田有辦法嗎 有可能對不對 但是現在卻越來越困難對不對 除非你爸爸是金門人 他手上有塊土地 不然你可能不曉得 金門現在的土地飆漲到什麼情形 這幾年喔 真的是匪夷所思的飆漲 在金門的土地 那 其實跟小三通沒有關係 因為小三通的人根本就留不下來 他們也不會在這邊消費 你知道小三通現在怎麼做的嗎 金下一條龍 直接從機場就開大巴士 直接把你載到水頭 然後就上船了 一條龍 你連買土產名產 通通都可以代購 他直接幫你送上那個 送上那個 那個浏覽車 所以 其實 這個現象在金門 並沒有 並不是 並不是主要原因 但是或許會造成預期性影響 大家心裡會覺得 人來的多了 我應該賺的比較多錢 那 就賺 但是有很多因素 各位可能也是因素之一 為什麼 因為各位來金門念書 本來其實前 大概五年前的時候 其實金門撤軍 撤軍之後呢 其實本來十萬大軍在這裡 後來我當兵的時候變五萬 那到我退伍大概 我來金門教書的時候呢 大概只剩一萬 現在恐怕只有五千 所以從前是大批的軍人 他們的消費力 然後 讓這邊的一些 像 從前我在當兵的時候 每一個連 都跟民宅的關係很好 民宅也很喜歡連帳的人 為什麼 金門在十年前 大概二十年前 我當兵的時候 那個時候 民眾跟軍民是一家的 那 大家其實 民是靠著軍生活 如果你軍不來消費 民也就賺不到錢 所以 民和軍是 是一體的 那 他們 像舉個例子 我在小金門的黃座 當過兵 我不是兵 我是海長 那 我在黃座當海長 那一個月一萬多塊 都花到哪去 其實 那 那阿兵哥呢 一個月可能只有四千塊 他會再叫家裡寄錢來 這些錢花到哪去啊 你會休假對不對 你當兵 你當兵不只是當兵 因為你的那個衣服 什麼 那些東西 要買啊 要洗啊 要幹嘛的啊 甚至連連那個連隊裡面呢 可能洗澡的設施不好 不夠用 所以光是 在我當兵的年代呢 光是洗澡就是一門行業 什麼行業 他提供水熱水給你 然後就有大的浴池給你洗澡 現在小金門應該還遺留了很多這樣的遺跡 但是已經沒有人去洗 那那個在 在那個 安寧那邊 其實也應該還很多 就是三萬安寧那邊 那這種現象就是 軍民一家的 那 但是到了 到了軍隊撤走之後 其實照理講應該掉下來 而且這土地的價值應該反而更掉下來 那以前是軍管 所以那個土地 不知道什麼時候會被收回去 所以 所以那時候反而很多金門的人 其實 他可以 可以拿到一筆土地喔 但是他說我不要 為什麼他說他不要 因為 你有了土地你還要繳稅啊 他不要繳那個錢啊 因為他那個土地他根本沒用 所以土地的價格可以是零你知道嗎 可以是零的 他根本就不要 但是到了這五年來 現在金門的土地 真的是把農地當建地再賣 已經變得很高 好 那 那 回到這個 主要的故事喔 那 耕地利用力 浪漫慢慢的呢 就沒有田了 大家想耕田也沒辦法了 所以這些人呢 就只好到城市發展 不然呢 就只好依附在 某些大戶人家的底下 來生活 當用人 不幹明 但是隨著經濟發展呢 官吏也會逐漸的不壞 為什麼 當官很好啊 中國傳統的官吏是 是很好 但是 其實好的不在帳面上 對 好的是在 不是帳面上的那個東西 所以每次呢 中國要懲治貪污都沒有辦法懲治 為什麼 因為 譬如說你給他薪水少 給他薪水少 他沒差 因為業外的比較多 但是呢 如果你給他薪水多 給他薪水多也沒用 因為業外的更多 OK 所以不管怎麼樣 大家都會想 那 官吏會越來越多 然後會越來越苦化 好康的事情大家都要 一個沒有風險 但是生活憂鬱的人生 本來就是大家都想要的 但是 一旦 補化之後呢 就會希望說 做得少 贏得多 其實這沒有沒有很 沒有很黑喔 我的意思是真人性 一點都不黑 你希不希望錢贏得多 是做得少 絕對希望 你希望贏22K 然後是做很多嗎 一定沒有人希望這樣 所以這是人性 那問題是 你希望做得少 你要怎麼辦 把工作推給別人做嗎 你把工作推給別人做 你的工作就少了 但是 這裡會有個問題喔 當你把工作推給別人做的時候 你是不是要找新人來接 新人來接 所以 這種 官吏集團的那個 人數就會 越來越多 好 會發現 為什麼他那麼有錢 我這麼窮 好 所以呢 這些 武化的無主之力量 這個 金官他用你比較保守 他叫這個叫 無主之力量 無主之力量 會不斷的膨炸 然後呢 會造成 政商集團的興起 沒有田產的老百姓 你只好依附在這些政商集團底下生活 那各位如果要下課休息可以去下課 那我把它稍微講完一下 好 那所以呢 當依附的人越來越多 這個集團反而越來越大 越來越壯大 那 在華人 有一個觀念就是 土地很重要 有土是有財 那這時候呢 政商集團就會透過各種方式 來兼併農民的土地 那農民的土地被兼併了 他怎麼兼併你 很簡單啊 你在過種的時候 是不是需要買種子 那你是不是要肥料的時候需要私本 農民有這些錢嗎 沒有 沒關係 我借給你 我借給你嘛 但是呢 那些有錢的人就說我借給你 借了 你就還不起 他會想辦法讓你還不起 那一旦你還不起了 你的土地就是我的 這很簡單 那所以呢 兼併完之後呢 農民也就流離 那只好再度的呢 依附在這些政商集團之下 然後變成政商集團的其中一個成員 那他本來是農民的 他變成什麼人 變成用人 或者比較有智慧的 他就變成人家的模式 所以官吏呢 就越來越多 依附在官員 立員 官員和立員是不一樣 官員就像現在我們選舉所 所上台的那些人 就是總統啊 部長啊 那立員是什麼 立員就是政務官 就事務官 事務官就是像辦公人員啊 那櫃檯人員啊 做薪水的出納的那些都是事務 那依附在這些官員 立員商人底下的謀士 無人員工也就會越來越多 這個越來越多的結果 會造成中國在進一步的脫離農業社會 這個脫離農業社會的結果 就是從事工商業的人越來越多 從事工商業的人越來越多 工商就越來越發展 有點詭異對不對 但是問題是 當你從事工商業的人 或者是掛在這些政商集團底下的人 越來越多的時候 這些人是不去種田的 他不去種田 他拿來租給電農或幹嘛的 當然但是呢 電農種田的 但是成果呢 是他的 所以電農當然就會想辦法購一些購一些 然後 你種的很多 最好不要讓老闆知道 上繳的少一點 但是 這個鑽放有一些田 他也不利用 他就拿來養地 也可以 OK 所以真的農民就會越來越少 假的農民越來越多 所以食之者種 生之者寡 中國農業社會就變成不是農業社會 那等到有一天呢 那種田的人真的越來越少 吃飯的人卻越來越多的時候 那 朝代末期的 大雞 人相識 這個現象就會爆發出來 然後 朝代就會念完 那 那 我其實蠻喜歡念歷史 但是 念歷史其實通常是為了從歷史中獲取經驗和教訓 那 防止說 這種事情在發生 但是 我們從歷史上都不斷的一直在讀到 即使是像這樣子一件事情 剛剛所講的這件事情 我們也從來都沒有辦法吸收教訓 所以 歷史會 從發生過的事情會不斷的上演 從前的中國是這樣的 現代的中國 看起來也快到了 現在中國的商業工業什麼都越來越發達 每年都有人在預測說 明年中國會產生政變或幹嘛的 對不對 那但是 預測了幾十年也都沒有發生 然後大家就覺得說 啊 那些都是假的 根本就不會發生這種情況 那 可是呢 這個就跟那個買股票一樣 買股票你會發生什麼事 你還沒有進場之前你都省準 然後 還沒有進場之前你就看著人家買 然後你都 手上都是空頭的時候你都很準 然後你都說 說漲就漲 說跌就跌 但是呢 等到你自己進場了 買了一堆股票之後呢 你就完全不準 準頭完全喪失 那什麼時候股市會崩盤呢 就是那些 從來都不買股票的那些人 菜籃組 本來婆婆媽媽不會談股票 他們只談哪一個好吃 怎麼樣做菜 比較好之類的 然後或者是八卦小道消息 但是呢 今天他們都紛紛走進證券交易所的時候 然後去買菜也不太去買了 家裡的人都吃便當 那商業盡力不繁榮嘛對不對 接下來就是要崩盤 所以各位告訴你一個經驗 這個股票真的有特性 當你看到那個婆婆媽媽都在談股票的時候 請進入趕快離開 不然的話會死得而殘 所以台灣呢 現在我覺得還沒有很誇張 但是我們現在只看到公務員越來越多了 我記得在前一任陳哲元的時代呢 他一直說要把政府縮小縮小縮小 但是縮了八年呢有沒有變小 沒有事實上還變大了很多 政府要縮小這件事情 在歷史上根本就是做不到 政府要縮小意為什麼 因為你要裁員 哪一天你看到我被開除了 那政府真的有在縮小 不然的話什麼叫做政府縮小呢 而且當政府在縮小的時候呢 往往會有這個問題跟公司要縮小是一樣 各位知道你未來如果當了老闆 你想說要裁員的時候 你要注意一件事 什麼事 當你要裁員你要縮小的時候 當你放出這個風聲的時候 你手下的大將會先跑掉 為什麼你手下的大將那些最有能力的人會先跑掉呢 因為他找得到更好的工作 他不需要靠離岸 所以他很快就跑掉了 因為他知道你的公司已經不穩 但是呢那些跑不掉的呢 就只好留下來 所以當你公司一不賺錢 或者是一說要裁員的時候呢 有能力的人就不見了 留下來的通通沒能力 那這公司就快倒了 那國家看起來也是一樣 那當越來越多的人要擠風路員 但是 但是 這時候大家進去想幹嘛 想要有一個穩定的生活 為什麼現在他們這麼期待一個穩定的生活 因為外面的生活不穩定 對吧 外面的生活不穩定 所以大家更期待公務員 像其實外面的生活 或許你賺的錢還比較多 但是大家會覺得 我今天有工作 明天有工作我後天可能沒了 所以最後還是去考了公務員 那 當這種情況越來越出現的時候 公務員就會越來越多 那公務員越來越多 就一樣 食之者重 生之者寡 那你國家 會衰落就是 必然到 前一陣子的希臘就是這樣 那台灣是不是會這樣 不知道 但是我們看到的是 感覺很有可能會這樣 所以其實我們這一代 我們這一代 很多人其實還在期望著說 他退休的時候可以領到月退縫 這也是為什麼大家現在要公務員的原因 月退縫就是每個月你都可以領錢 而且有些人的月退縫很高 所得替代率有到七成八成九成 甚至超過一百八的都有 也就是說你退休的時候 你本來一個月如果領十萬 那你退休之後你還可以領七萬八萬 甚至九萬 有些甚至領超過十萬 但是當這個現象 成立的時候就會吸引更多人進來 可是更多人進來 未來還有辦法這樣嗎 這絕對是個大溫號 所以 啊 我們看到 新唐書裡面 新唐書裡面 曾觀元年 關內籍 曾觀元年 這是有道理啦 曾觀元年 曾觀才剛剛開始 然後永垂元年 關中籍山南州 二十六基金斯冷蔣史 那這些都是 歷史上有記載 那這個是主要的 來源 金關濤的那一篇 但是這裡 好像把它放在聯合報的網站上 那另外一個是 引起我寫這一篇的原因 好那我們先休息個五分鐘 五分鐘之後 再來上基於統計課